好立法院另外一個現場來看到 司法及法治委員會今天排定了法務部長蔡清祥 進行專案報告並且被質詢 但是蔡清祥是因為有公式請假 對此呢立委黃國昌怒罵了 當一天和尚就要敲一天鐘 帶你來聽 公委報告部長這個行程他其實是既定行程 他昨天就已經到屏東 然後今天到花蓮 他是一個連續性的行程 所以對不起喔我請教一下 請教一下趙偉 我們排這個專案報告的議程是什麼時候出來的 應該蠻早就出來啦 上個禮拜就出來 上禮拜 部長就知道排了這個議程 然後依然執意 排要去屏東 排要去花蓮 現在是在做畢業旅行嗎 因為我昨天知道訊息的時候 蔡部長人已經在花蓮了 所以我昨天聽到的是跟我講說 他的人都已經在花蓮 所以 對於法務部長來講 沒有把趙偉 所排定的議程當一回事 如果趙偉是上禮拜 議程就排出來了 身為法務部長 在上禮拜看到立法院的議程 依然 沒有先事先請好假 就毅然決然的 自己跑去南部 跑去東部 那所以部長 踩準的立場是什麼 他踩穩的是 反正我就是不要來啊 我不來就是要請假 趙偉也拿我沒有皮條啊 不是這樣嗎 如果我有說錯 請指正 但我覺得 做一天和尚 壯一天中 他今天還在部長的這個位置 來司法法治委員會 進行這樣的專題報告 在他的心目中 結果是這麼不重要的事 把立法院司法法治委員會的議程 不當成一回事 上禮拜就出來了 但他還是毅然決然的決定 要去屏東去花蓮 一直到昨天 晚上九點多才請好假 他就是踩準了嘛 踩準了我不來 你能夠怎麼樣 這樣的表現啊 令人失望 他的意思是 反正我明天就離開了 你們也拿我沒有辦法 當一個法務部長 可以這樣嗎 這是全國檢調的表率嗎 市長我知道不關你的事啦 您站在上面也很無奈 但我覺得 司法法治委員會 該有的立場要有 要不然 立法院司法法治委員會 根本不被 法務部長看在眼裡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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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